根据最新的统计 日本的高龄人口已经超过了总人口四分之一 各种医疗辅具的市场是相当庞大 甚至是为了轮椅设计的汽车也很普及 那么这两天在东京就举办了一场福祉机器展 展示出最新的发明 台湾的外貌协会也是首次率团来参展 请看来自日本的报道 不用他人协助 身上驾驶朋友也可以靠自己 从轮椅移到驾驶座 就算坐的轮椅 福祉汽车内特殊的齿轮动力设计 也可以轻松将轮椅拉上车 一年一度的国际福祉机器展在东京开展 今年有来自15国 585家企业参展 对日本总务省今年9月统计 全国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比例为25.9% 又其中8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为75岁以上 身为全球高龄化最快速的国家 诞生了许多高科技尖端医疗辅具 厂商在辅具研发上更是分工精细 从轮椅升降机 高科技轮椅到各种为长者身上者 量身打造的卫浴设备 也有许多企业投入照护机器人研发 像这只小海报机器人 就具有安抚心理的作用 而今年更首次设有台湾馆 这也是台湾企业第一次组团参展 日本他在做医疗照护这方面 他们分工分得很细 就是很多是我们台湾厂商 我们觉得还可以学习的部分 我们台湾的厂商比较自豪的就是 我们也有能力可以做研发 我们可以针对我们日本客户 他们要的东西 我们也可以就是去做那个个别供应这样子 随着高龄化已成为未来社会的趋势 日本在医疗辅具方面的先进技术 国际也希望有更多合作互惠 新唐人记者林玉日本东京报导 我们 cambiar村治交订阅 对我们因为 MINUL rien 8年 3月1日 选取